新竹县有柑橘的故乡美称 其中宝山峨梅出产的统柑文明全台 新竹县政府今年即将在1月26、27号 一连两天在县府前广场举办展示活动 期望让更多人品尝在地的好滋味 新竹县的柑橘从以往到现在都一直风味特别好 每年在过年前 我们都会在新竹县政府前的广场 来举办全线性的柑橘大型的促销活动 1月26号、27号 我们所举办的柑橘以及茶花的产业活动 希望能够邀请到我们全国的乡亲好朋友 到这边来给我们来共襄政局 今年因为天气气候不稳定 导致果树结果率普遍不高 但是也因为如此橘子比往常大科 甜度也能够维持相当高的水准 但因为产量下降 农业处长也呼吁大家要买到高品质的水果 脚步要加快 今年的柑橘是不是算非常风产的一年 所以预估大概产量会减少二到三成 但是它的品质特别好 特别的甜 果粒也比较大 所以今年的产销相对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想今年的柑橘 我们现场讲好的品质的柑橘你要赶快买 不然过完年会买不到 隆历年前除了柑橘类也是茶花盛开的季节 这次展示活动现场也加入茶花元素 活动期间每天限量赠送茶花苗 热闹又精彩的活动 欢迎大家来赏茶花吃柑橘 了解在地优质的浓特产品 开破新竹陈洛一红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